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 我是主讲人之歌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下的四个算子 分别是Left Autodrain,Right Autodrain,还有Cartation,还有Groby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O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里边呢会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并且有老师为大家进行指导 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同学们,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当前Transformation当中的算子 那OK,那打开我们当前的idea 好,等待idea进行加点 好,打开当前这个小项目 打开当前咱们那个项目让它加载一下 好,那么这个呢 是咱们上节课学过的那些算子 包括Union,包括咱们的Drain等等这些算子 对吧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全新的新的四个算子 那OK,那在这里我们先创建一个新的object get,咱们也叫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Demo3 好,那在这节课呢我们来介绍一些算子给大家 man 那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还是老样子 我们得先创建Spark推项 比如说这里当前vlconf等于new一个 sparkconf 然后接下来这里点setapp 我们一会儿导包啊 它没出咱们就一会儿导包 然后接下来这里创写号啊 然后再点setmaster 然后再点lcl啊 好,那这里啊,咱们先把这个包导一下 放置它把我做啊 好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当前这个项目名称呢 作为当前app名称 然后接下来这里我们创建sparkcontest对象 把康复传进来 好了,传之后呢 此时呢,在那里我们开始讲解算子 首先我们来讲解第一个算子 左连接 左连接啊 那之前呢给大家讲过jun啊 我们发现jun呢是可以将当前这个相同key进行合并 并且保留下来 不是相同key的 咱们是合并不到了 对吧 那这里左连接呢 有这么一点啊 它是以左边的这个算子啊 这个以左边的rdd为这个基准啊 为基准 基准啊 基准啊 基准 那么右边这个合并呢 跟它这个连接的rdd 跟这个跟当前rdd连接的啊 跟那个当前rdd连接的rdd呢 这个作为辅助啊 辅助 若这个连接的rdd中 rdd中 没有 记得啊 没有 左边啊 这个左边rdd 中的啊 这个元素 那么这里会给nose 所以在此时的代表里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之前啊 文档当中的这个rdd啊 咱把这个rdd借用一下啊 咱拷备一下 回到当前那个位置 咱粘贴一下啊 咱们创建这么两rdd 分别是一和二啊 好了 那在这里呢 有这么两个词 然后此时呢 这里我们对当前那个词呢 进行一个计算 也就是说当前rdd一点 不用点 咱直接写就行 这里呢 有一个方法 叫做left out 然后接下来把咱们的rdd二放过来 此时呢 我们记录 我们会得到一个全新的rdd 就是咱们之前做的合并的rdd啊 上面的合并rdd 靠同学们啊 这个位置咱们讲说给那个rdd3啊 然后这里需要注意啊 靠了这里 咱们反围之类型给大家接收的时候 特意给大家展示一下 靠了 这里有一个option啊 有option 那这里啊 咱之前说过啊 这个这里大家说注意的一点就是 除了基本值啊 之外啊 之外啊 之啊 之啊 之外啊 那么不存在的值啊 都会使用option类型代替啊 option类型代替啊 类型代替 所以此时呢 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效果 print pnt ln rdd3.2 connect connect 第2 tubebuff 小炮做执行 走你 好 稍等啊 同学们啊 咱们等待一下这个结果啊 好了 靠了 同学们啊 咱们也靠这个效果啊 它是以左为主啊 咱们是前面的靠了 这是rdd 是不是以左边为主 也就是说 以当前这套数据为主 就是 汤姆 杰瑞和 kitty 对吧 汤姆 kitty 然后呢 这里大家看好了 汤姆 以跟右边这个合并 是不是跟那rdd2合并 对吧 那rdd2中 是不是有一个汤姆啊 对吧 汤姆的这个rdd1也有汤姆 所以这里得到一个1 得到一个sum 看到这是以左为主吗 对吧 然后接下来这里 这个杰瑞呢 下面也有 就是三和二 但是rdd1中的kitty 只有rdd1一种 有 但rdd2中 是不是没有kitty啊 对吧 所以这里只会记录一个2 但是另外一个子 会记录一个no 就没有子 空子嘛 给空 所以这里记录 这是左连接 以左边的这个rdd为基准啊 为基准 OK 那这个rdd我们说完了